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西方要跟中国脱钩这件事 我先两天看到包括这个加拿大的工业部长 包括这个欧盟 包括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 都在说要跟中国脱钩 但是老兵想说的是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举过例子了 你拿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机械 这个电子产品 包括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代工厂 最大的吧 应该就富士康了吧 你想想看他到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工厂 到现在搞得一地鸡毛 一百个亿美金就这么给打水漂了 你觉得他们能够严格执行跟落实 跟中国脱钩的这件事情吗 你要重塑你的这个产业链 供应链 你要这个所谓制造业回流 这样那样的 你觉得可能吗 不可能啊 对吧 美国说难听点 特朗普时代已经进行了硬脱钩了 脱得了吗 不仅现在中美贸易战打得这么乐火如荼 不仅没有脱钩 反而美国对华更加的依赖了 我们对他们根本就是大规模的这种顺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 那还有就是说 法国现在也爆出来说 中国正在招募法国的这个飞行员 那么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来看看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梵蒂冈又跟中国续签一份 这个主教任命协议续签两年 这背后都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来看哈 法媒中国利诱招募法军退役飞行员 英国国防部日前就中国招募英国飞行员 训练解放军空军发出警告后 加拿大英国澳洲媒体纷纷报道 称北京肯定以数十万美元为诱饵 招募西方国家退役空军 协助中国训练军事飞行员 法国媒体报道 法国前飞行员也是中国解放军的招募目标 神秘的坠机外籍教官或是法国人 负加罗报报道称 今年4月 一支短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画面显示 解放军空军飞行员在河南商丘坠机后 两名飞行员跳伞成功 一位是中国飞行员 另一位显然是外籍人士 中国飞行员打电话 并向录影中的现场民众解释 我是中国人 他是我们教练 别拍照 外流影片让外界注意到 中共招募外籍人士训练中国军队的情况 据负加罗报道指出 影片中的外籍教练带有法文口音 并证明这名和中国学员一起逃脱险境的外籍教练 确实为一名法国空军自身退役军官 是中国重金聘请的佣兵 以加速中国军队训练 并向解放军传授北约空军所采取的战略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吧 其实这个事情它不是在 是在河南上去还是在湖北 就是解放军监气的那个飞机坠毁事件 当时这个事件 其实我爆出来 其实没有多大关注量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这件事情的 最大的 的情况是什么 我当时呢 我也没想到说我们会去招募这个外籍的佣兵过来 但是呢 我看那个人呢 这个长相就怎么看都不像毛子 我当时是认为是不是这个毛子当中的这种二毛子 或者说这种混血 他来帮我们一起在搞这个训练 大家都以为是俄罗斯人 包括他那些反正媒体 包括世界一些主流媒体也认为这是俄罗斯人 但是呢 其实我当时看了 我就有点觉得不太对头 因为我觉得这个鹅毛子不是长得那样 这个人好像 更像是这个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人种 就是法国跟爱尔兰这一代的 或者是英国的那个 像他们苏格兰那一代的这个人 就看起来更像英法这边的人 那么 后来呢 我现在就感觉到 为什么最近他们西方所谓的情报部门 国防部都在说这件事情 它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 我们当地啊 这些民众在那里拍摄这种视频 然后创传到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去 马上第一时间就被什么 就被这个啊 曝光出出来了 对吧 让西方的这些人在那里研究说 这个人他到底是谁 那法国他就愣出来说 这这家伙他不是我们的飞行员吗 然后他们整个情报部门就在那个地方调查这件事情 就等于说本来这件事情很隐蔽的啊 他们基本上都不知道 所以我说我们的民众啊 要提高国防安全意识啊 你别动不动军方的东西 别动不动去拍 好像要给自己的流量啊 给自己账号要增加点流量 人气 但是你知道你 现场的空军飞行员已经告诉你说 哎 你别这个拍了 那有的民众还在那个地方拍 还在那个地方上船 对不对 这个意识就很差劲了 你这样一搞 好 他们马上就要 因为他们对中国是敌对的 马上就立法说 不允许 你们这些就像英国这张 这次讲的 哎 你这飞行员到中国去 给他们搞训练 我马上取了你国籍 我马上取了你国籍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啊 咱们有义务啊 尤其我这个频道的粉丝 有义务做到这一点 也跟家里人讲清楚 如果说拍 看到这种军方这种东西 就要不要 不要拍摄啊 不要拍摄 因为你的拍摄会让西方的 这些军情观察人员啊 来研究你啊 对吧 所以那名飞行员 我当时看他样子就就就不像 就像西欧那地方了 现在证实他就是法国人啊 那么这个飞机架着飞机会坠机 在我看来啊 就是在演练这个北约的一些 这个空战啊 就是北约的飞机 就是美国加拿大呀啊 这个英国 他们是怎么玩的 月薪两万欧元 积极的招募活动 我能再继续 一位前海军飞行员向福加罗报的独家证词揭示了这一点 他最近被一家位于南非的神秘公司接触过 曾在法国航母戴高乐号上担任过超级 军旗攻击机飞行员的弗朗索瓦解释说 对方给的条件非常诱人 他们正在寻找合格的航空母舰 登陆教官 报道称 南非试飞学院正提供一份每月 约两万欧元的合同 是税后啊 税后两万欧元啊 那可是 那在法国这儿把你有签了啊 到现场培训中国教官 为期三年 这比起卡塔尔向其外国教练员提供的报酬更为吸引力 这位40岁的前飞行员也说 差点就去尝试了 因为这不是一个常定的可以驾驶一架歼11战斗机的机会 它指的是中国战斗机 原始苏霍伊27战斗机 据一名法国士兵说 由英国人管理的南非办事处充当了中国空军野心的幌子 根据福加罗报的信息 近年来有几名战斗员飞行员在中国活动 包括一名前战略部队飞行员 啊 所以你看看等于说是跟英国 等于说英国跟中国在合作 由英国人在这里进行招募 啊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资本主义啊 啊 在前的面前 他们都都是啊 可以来做事情 但是我也觉得 他们都已经退役了 他们来飞一下 那又那又怎么样呢 啊 所以说从这点来看得出来啊 所以说咱们现在都在演练这个航母的登陆啊 航母如何如何登陆啊 所以大家想想看 你你你猜你要登陆什么地方 是不是 你要登陆什么地方 啊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这就是在为打仗做的准备啊 就是就是说为这个美国啊 这边在这里举举举办这个盛宴啊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啊 我们这个航母舰载机飞行员 搞这套东西速度这么快啊 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些故事的啊 呃 其实像他们这些教官 我个人认为呢 确实是要感谢他们啊 因为毕竟他们有丰富的啊 这种像航母舰载机的啊 飞行的这个经验 包括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你不管他打的是啊 阿富汗还是还是还是这个伊拉克 毕竟他是在战场复杂环境 环境下在这个飞行 他的这个整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数 这个就是不一样 就像你开车 你一个上过赛道 跑过这二八经比赛的这个赛车手 跟你普通人开驾驶这个汽车 对汽车的理解是又是不一样的 这点大家要要要明白啊 所以我总是要要讲 我们是要有一场实战经验的 我们需要一场局部战争 来锻炼一批啊 飞飞行员也好啊 锻炼一批这个军人 拥有是个实战能力 那么 那么等于说啊 现在呢 中国海军力量扩大 唯一技术经验是短板 据中国兵器工业科学技术杂志报道 解放军在未来时间内 将不得不再培训 100名至150名海军空军 航空飞行员 以便补充辽宁建和山东号的 航空 海军航空队投入使用 官方媒体披露 2016年的两架尖手战斗机坠毁 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 这也是一个技术性挑战 因为解放军没有专门的航母训练器 必须在陆地上训练其学徒 在中国主席习近平 重申台湾和与祖国 同意的重要性 必要使用武力的时候 使用西方教官 能使中国快速进步 这个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的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军舰的质量 确实是获得西方的认可 也获得了美国的认可 也就是说让美国人 他的下一代这个军舰 也在模仿你055在这里搞 但是呢 我们缺乏的是这个海军航空兵啊 包括海军实际作战这个经验 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大的短板 所以我认为 所有这些对手当中 你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 你跟日本搞 我个人认为都要谨慎点 啊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最好就是在台海这个地方 搞一场仗啊 然后呢 检验一下这个部队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东西 它不是说爱好和平 不爱好和平 你是一个超级大国 你的部队 如果没有实战经验的话 这个说说出去 其实挺搞笑的 所以这一点 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啊 有必要的啊 那么这个 同样的啊 招募这些飞行员 让他们来驾驶我们的战斗机 比如说你让他驾驶这个歼20 你让他驾驶这个歼11 或者歼16 他就会告诉你 因为他的肌肉 跟他的脑子当中 他有他们北约战斗机的那种 他可能驾驶过F35 驾驶过F18 超级大防空 对吧 或者是法国阵风战机 那他会告诉你 我驾驶你这个飞机 如果如何去应对 我们的那些飞机 你应该怎么样走这个线路 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因为我两个飞机都驾驶过以后 他们是很感兴趣的 他们就觉得 这个机会不多见 对于飞行员来讲 对于就像赛车手一样的 我要 我要开不同的赛车 我来掌握这项技巧 掌握这个技能 所以他们驾驶我们的飞机 我们这个飞机 基本上都是延续 这个苏制的这种飞机 对吧 俄制 苏制这种飞机 他就能知道 你这个飞机的缺点在哪里 你这个飞机的优点在哪里 如果你面对我们的飞机 如果在东海面 面对这个 美国系统这些飞机 你应该怎么去做 这个就是在为武统台湾 在这里做准备 所以这是要打仗的 大家懂吧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看 我们在南非的那个站 因为我说过 国内的民航飞行员 都要去南非飞的 南非那边有 很完整的一套 这个飞行的 这个训练的一套 设备设施和能源 所以你会看到 你看英国人在跟我们 在合作 英国人帮助我们 在招募英国人 所以你就知道 特拉斯 他搞所谓的反华议题 操纵反华议题 他就是会被下台的因素之一 因为反华是生意 反华不能够变成一个 实在在落地的一件事情 大家懂吧 所以说你就能看到 这里面很复杂 这个关系很复杂 而且英国的公司 能招募到这些 顶级的飞行员 就代表他们在英国的 影响力是很大的 他能接触到英国的军方 军务的这个系统 因为 因为他飞行员 他的都是高度保密的 大家懂吧 他退役了 不是说他公开 我怎么知道 我那样 现在是中国招募官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飞行员 对吧 他走到大方上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飞行员 他也不可能让你看到 那这就是说 英国的军方 系统当中有咱们的人 就这么简单了 人家会告诉你 这小子他是飞行员 他通过中介 他也在拿好处 对对 所以大家懂吧 这就是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 绝对不能够是两二级管思维 我们民主 你们威权 放你个驴儿屁 那你就搞不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马克龙 过去向中国出手 欧洲战略基础设施 是个错误 就路透社报道 法国总统 马克龙10月12日 在出席欧盟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欧盟必须重新考 思考与中国的贸易对话 呼吁在欧盟和中国之间 建立更公平 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为期两天的欧盟27国领导 能峰会在周五探讨的对华关系等议题 马克龙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告诉媒体称 我们过去在向中国出手 技术设施方面 犯了算的错误 此外 马克龙还在布鲁萨尔宣布 法国将退出能源宪章条约 原因是该条约被认为 巴黎协定的目标不符 那么大家要知道 马克龙他这样子讲 无非就是他也在干涉 他也在干涉 德国的总理舒尔茨 要把汉堡港卖给中国 大家知道 马克龙这小子 他是罗斯塞尔德家族的代言人 他是替罗斯塞尔德家族打工的 也就是说 到最后他也是听从这些家族 他不是服务于法国 你小子在干涉德国的内政了 对不对 你小子在干涉德国的内政了 这一点我就认为说 现在在关键时刻 这些代理人都跳出来了 你想啊 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 他就是美国代言人 对不对 在他的运作之下 亚马尔欧洲中线 对吧 被波兰跟乌克兰给搞了 输油管道被搞了 然后呢 北七在他跟英国人的联合之下 把北七给炸了 永久性的损失了 对吧 然后呢 南线这边 欧盟突然之间 去包括美国 佩洛西跟欧盟 突然之间派观察员 和自己亲自去亚美尼亚 到亚美尼亚去 这个称亚阿武装冲突 又把这个南线给影响了 所以大家你想想看 他想干嘛 不就是让欧洲更加依赖 美国的油气资源吗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 你得拒绝中资 这个港我来收购不是挺好的吗 让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来收购 不是挺好的吗 他玩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西方的悬票政治 玩的都是背后金主 玩的都是背后的金主 所以说今天这些人 他老是喊得跟中国脱钩 他的意义意思很多 一个是他在替这些家族服务 对不对 他们想要接管这些业务 第二个老兵说了 那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比如说 我又看到一篇这个报道 对吧 呼吁美国投资加拿大 加工业部长 我们需要与中国脱钩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加拿大创新科学及工业部长 兼注册总署署长 商鹏飞 10月21日在访美期间 与华春初约活动时呼吁 美国对加拿大矿产项目 进行投资 以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 他此前曾在特鲁多政府中 加拿大外交部长 国际贸易部长等 那也就是说 你来投资我 对吧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他们都想跟中国来脱钩 但是你觉得脱钩得了吧 老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就拿那个富士康的那个事来说吧 一地鸡毛 啥也没干成 还有美国 喊得牛逼轰轰的2022芯片法案 到现在他妈八字都没一撇呢 八字还没一撇呢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观众